木耳炒山药的做法,虽然已经是春暖花开料,北方这个季节属于本地产的蔬菜还是少之又少。 尤其是大地蔬菜恐怕只有洋角葱可以吃料。 市场上的菜大部分南方或者本地大棚菜,其实大棚菜也很少,所以我们这边春季的蔬菜总是比南方要晚大半。 各季节吧,餐桌上的赤城黄绿青蓝紫基本上南方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木耳炒山药,除了黑木耳属于我大黑龙姜,其他都是外缘,这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家常菜。 这几种菜就颜色而言,营养不一般,北方的春天吃它再合适不过料。 其材料,黑木耳泡发粘洗干净,浊水后控净水分,山药,胡萝卜去皮洗净。 2胡萝卜,山药切零形块,青椒洗净切块,葱姜切丝。 翻炒锅加入适量的油,爆香5香粉和葱姜,下入胡萝卜片翻炒至变软。 4加入青椒,山药翻炒至山药基本熟。 5加入木耳翻炒均匀,加入盐,生抽调味。 6出锅装盘,小窍门衣,木耳硬提前套发。 3摘洗干净浊水,浊水后的木耳口感更柔韧。 2山药的粘液里含植物碱。 山药皮里含造角素,接触皮肤会刺养。 所以皮肤敏感者最好戴上手套处理山药。 3避免过敏,山药切后一氧化变黑,切后泡在水中。 入锅之前捞出旧木有问题料。